大家好,今天是十月二十三,星期三 市經過昨天的一度反覆之後 今天技術上是斷定,而且有少少反彈 但我們叫做後抽 有沒有發覺到指數雖然有少少回暖 但始終還是走在十經和二十經線之下 我想跟大家談一談的是 十月份直到現在這分鐘都是先高後低的形態 高位是7日的,26870 低位暫時來說是22日的25998點 即是說今個月的波幅降伏了,有872點 但相對整個月來說,這個幅度還是小 我記得過去這麼多年 每個月的波幅最少都千幾點以上 今個月會不會特別例外呢?就不知道 我們看完幾天就知道了 下星期二就是今個月期指轉闖高峰日 星期三就是期指建樹日 接著就是年結 有理由相信在年結期間 基金都略為維穩或者粉飾 但以新經濟股今年已經升了這麼多 不需要特別粉飾 這點我是承認的 不過既然今年疫情這麼猖烈 很多基金經理就不會說去瑞士 去美加來度假,坐定定在那裡 很可能會放一些心機下去 做一些維穩的部署都不頂 光復的股份近日很漂亮 不過略大投機了 你反為汽車股 大家可以著亮做一些叫中線少許的部署